乳香源自乳香树 原產於非洲、中東大部分地區 印度部分地區以及巴基斯坦 伊朗古代的醫生阿維辛納 在他的醫學文獻中推薦 用乳香治療腫瘤、潰瘍和發燒 在更早的六世紀時期 中國的草藥首稿《明醫別錄》中 也記載了乳香有藥用的資訊 乳香作為中藥可以指痛抗腫瘤 如果氣血乳塞得不到及時治療 長期下去也會積聚成腫塊或腫瘤 乳香因為它強大的活血作用 被用於治療腫瘤和其他腫塊 很多科學家都致力於乳香抗腫瘤作用的研究 乳香抗炎、輸壓等六大健康益處 減壓 洗澡時滴幾滴乳香精油在肉盆裏 可以令到神經系統鎮症並幫助放鬆 最好在睡覺前這樣做 幫助你得到安寧、得到恢復活力的睡眠 保養皮膚 乳香以保養皮膚病和治療傷口的能力而聞名 它也是一種修煉劑 有助於保護皮膚細胞 它可以減少粉刺和縮小毛孔 遇合瑕疵、避免皺紋產生 還可以提拉和收緊皮膚 你可以在皮膚鬆弛的地方局部使用它 將六滴乳香精油加入一盎司護膚基底油中 乳香還可以強化牙筋和髮筋 幫助止血、加速傷口、暗瘡、昆蟲釘咬 和濃瘡的遇合 口腔衛生 乳香可以預防株牙、口臭和口腔感染 抗炎 研究表明乳香可以減輕炎症 尤其有助於抑制關節炎 和淚鋒濕性關節炎相關的軟骨分解和痛楚腫障 止痛 可以直接在皮膚上使用乳香油 也可以將乳香精油滴入椰子油 或者蠔蠔巴Oil基底油中使用 利用距離出進血液流動 和抗炎的特性來舒緩痛楚 改善感冒和呼吸系統健康 乳香可以清理呼吸道和肺部的痰液 緩解充血、緩解滋氣管炎 在精油擴散器或者蒸發器中 加入幾滴精油 可以清理呼吸道 不僅如此 還可以除臭 並消除家裡的細菌和病毒